好 謝謝主席 請內政部徐部長 請徐部長 委員好 駐展雜誌公信率怎麼樣 大家可以想一下 他有講我們每一年 這個房市在推量 最大的的時候 大概一個是928 一個是329 329就快到了 他還預估說今年329 可能會2000多億喔 2000多億這樣的一個量 相較於2020的時候 還會大幅將近 還800億超出 你怎麼看 當房屋推量大的的時候 對房價來講 會是漲還是跌 這個我要說 這裡面提到說宏丹查查 內政部準備放水 這個實在是 我修正啦 我記得我跟委員報告過 我們會不定期不定時 隨時去查 而且不會通知他 所以我們都會有 我們都會有規劃 所以我們不去把他放水 前面查起來成績怎麼樣 前面查的44件裡面該罰的都罰 那其他都有改正的 罰幾件 罰多少錢 有最多的罰120萬 是新竹嘛對不對 對 好你可以不定期說要查 但是你每次查到之後 可不可以公佈一下 都有公佈 下一次什麼時候公佈 就有查到 查完了就公佈 因為我現在不能講說 哪一個時間要去查 我就知道最近沒有查到 因為最近沒有公佈 我會隨時 我是反推啦 好希望 加油啊 因為大家都是 因為他們的 因為黨籍在329啦 我們當然會處理啦 好 那我要問一下齁 其實房價照理來看 去年下半年 央行的寬限期跟貸款乘數 以及你們的這個紅單處罰的措施 好像效果還是有限啦 因為你知道 油資進來啦 然後這個財政擴張的政策 再加上 這個沒有好的一個標的 所以過多的資金移住進來 其實房價可能中南部 還會燒到北部來 就因為這樣子嘛 所以你們才會 內政部跟財政部去想 要去有一個房地合一稅的持有期間 要再加重這個稅率 以及存房稅啦齁 這你說說看 其實這兩個齁 都是 住宅政策是我們 內政部其實還要比財政部優勢 因為那邊其實用的是 這個稅的一個手段 可是卻要靠他們 雙結棍的棒子他們再出啦 那你們這邊給什麼 我們這邊都剛剛包括 這些紅單的茶期啦 像 我們也會去做相關的 譬如說 那個再重就沒有房地合一稅跟 其實齁 其實房地合一稅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出手啦 今天院會也通過 行政院院會有通過 委員你了解 這對於他的持有的這個 以後的所得稅45%的時間長的話 會增加他持有成本等等 這個是滿有效的啦 但是其實都是為了你們這邊 這個住宅的一個提供量 以及社會的公平正義 以及年輕人房價這個剝奪 這不是這個為了我們 全部啦 大家一起 因為這個沒有財政部 沒有財政部 我也沒辦法 我感謝財政部啦 你感謝他 但是我就要問你啊 那為什麼那個持有期間 這個短暫交易 要定為5年 兩年45% 然後三到五年35% 本來是一年45啦 兩年35 一次拉到 所謂的短期交易持有期間 是定為5年 這怎麼來的 這個是經過 但是這一定還是內政部的看法 沒有沒有 這是經過他們說 這些共同的討論的 好我跟你講一個 這個叫做持有期間統計表 就是所謂的短期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 那個交易量大概都一萬多戶 到第五年的時候就盪下來 佔比不到8%多 才幾千戶啊 所以其實我看到是持有期間 把它拉到從兩年拉長到四年 拉長到五年 而不是四年 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你有明白 我們同時祭出很重的政策手段的時候 但是也要考慮到衝擊面啊 這是我第一個提醒啊 我想兩部沒有人講得出來啦 內政部財政部為什麼是五年 這是大家共同討論的 那他們用 那你把共同討論的理由講出來 那就是說這樣子在 打理由是共同討論 打草房方面就會讓他 沒有那個持有的增加不會去 財務部我也問了 看了數據 然後跟為什麼是五年 這並沒有講出來 還有一個齁 說不定屯房稅有沒有 本來有這個在野黨提出的版本啊 那我們也因應社會 可能也要提版本 但是好像聽說又要有變化了 在這裡我又跟內政部講 應該回到本席提的這個空屋稅 因為你想想看 我因為持有多戶的人 我科增他比較高的房屋稅 按照全國總規戶 結果你又擔心他把稅金轉嫁到租金 造成稅金沒增加多少租金增加很多 到時候 你打房政策房價還沒有看到 有要跌房租卻又漲起來 你就會擔心害怕 你又開始用那個什麼 租捕的方式啊 然後或者你說出租者 我來幫你減稅 你繞了一圈回來 你科到的是誰 就是持有住宅 不是自住 也不出租人家的那個空屋嘛 那空屋就有一個問題存在了 財政部那邊講 不敢科空屋是因為 你要科房屋稅 要用實質使用是什麼狀況來科啦 他們沒有積增成本啦 都要去查啦 那我覺得內政部要借助財政部 來讓我們的住宅的這個政策 可以有沒有 可以有力的符合大眾的這個想法的時候 那這個實際使用的這個 其實我覺得 內政部可以在這邊出力啊 那 委員你說的這個其實喔 在總之孫 這個議長也有聽到了啦 那在 下一次在會議的時候 這些有會拿出來討論啦 因為你說的這個總之孫也有說過喔 議長也有聽到啦 了解 最後一個喔 我背一個數字給你聽啦 現在總共有四種出租的狀況 一個叫做自然人出租給一般人 他這個沒有這個喔 沒有優惠的稅額啦 啊可以用成本百分之43 然後呢 有這個自然人出租公益出租 就是出租給租補對象 他有一萬塊以下的免稅額 一萬塊以上的收入這個部分 是用百分之43 去做這個成本 另外還有一套就是 我自然人我不直接出租 我給包租貸管 在你們這個喔 租運專法當中 我違規包租貸管 他有一個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就是六千塊以下免稅 六千到兩萬的時候是用五十三做扣除 兩萬以上是用百分之43做扣除 但你們現在住宅法當中 給包租貸管再去出租給 這個租補對象的時候 齁這裡面有一個一萬塊以下免稅額 然後一萬塊以上用百分之六十做扣除了 我講了可能你不一定能夠跟得上啦齁 但是這裡面這四種情況 你要去考慮 你們如果要發展這個租運專法當中 包租貸管業者 讓地下經濟的租房可以上來的時候 他對於出租給一般人 跟對於出租給租補對象弱勢的時候 那個免稅額以及給他優惠的幅度 要做出差別啦 我講最後這句是結論 也是要告訴你們的重點 了解我們會來做相關的研議 那我今天就在這裡就先直接提出 那希望你們趕快研究之後 去調整你們將來不管是 這個我要跟財政部來做來商討 財政部都說是你們內政部要的啦 但是你們是靠他們啦 讓我在這裡也可以問到答案 這樣比較好啦 現在這個差別當然現在有嘛 那剛剛委員提了我們再來進一步看 來商量 因為這水問題 只有城市就不一樣 你租給一般對象 跟租給租補對象 那個城市不一樣 不能為了只有 為了給包租貸管業多一點發展 然後在這邊有沒有 反正模糊了我們原本對 住宅的這個需求 相關的這個定義跟理想啦 好 謝謝 好 謝謝江永超委員的發言 好 部長請回座 我們下一位喔